第十七回 石绝阵 文太师跨上墨麒麟 起在空中 往东海方向而去 煞时间 他来到东海金敖岛上空 向下观看 只见大海声波 青山幽静 不禁感慨 文太师按下墨麒麟 落在岛上 去找寻道友 不想各处洞门紧闭 竟悄悄的 不见一人 不知都往哪里去了 文太师无奈 只得重新跨上墨麒麟 正要离开 胡亭的背后有人叫道 文道兄往哪里去 回头一看 原来是汉之仙 二人见礼 汉之仙说道 前些日子 申公报来请我们相助太师 因此各位道友都前往白鹿岛 祭练阵法 我有一件法宝 还在八卦炉里 火候味道 若是到了 我随后就来 文太师大喜 辞别了汉之仙 驾莫麒麟 腾云而行 赶往白鹿岛 不过半盏茶光景 文太师已经到达 只见岛上九个道人 或带一字金 九阳金 或顶鱼尾金关 碧玉关 或晚双抓忌 或头脱打扮 在山坡前操练 众道人见是文太师 全都向前相迎 当中有秦天君说 我等在这里祭练时阵图 刚刚完备 文道兄恰好来临 真是凑巧 文太师问 道友们练的是哪时阵 秦天君说 我们这时阵各有妙用 明日到西齐百下 文兄自然知道 文太师又问 为何只有九位道友 却少一位 秦天君说 金光圣母在白云岛练金光阵 那阵法别有玄妙 与我们大不相同 因此少他一位 秦天君回头问 各位还有是未完吗 众道人说 没有了 秦天君说 既然如此 我们先走一步去西齐 文兄留在这里等金光圣母 如何 众道人全都同意 九位道人辞别文太师 先行前往祁山脚下的乘汤大营 文太师坐在山坡 身一苍松被靠大石 观望海景 不过片刻 只见正南方来了一个女道人 齐斑点暴居 被插两口宝剑 如云飞电池而来 正是金光圣母 金光圣母见白鹿岛上只有一位穿红袍 三只眼黄脸常然的道人 早认出是文太师 金光圣母即下坐骑 二人失礼 圣母问道 那就位道友往哪里去了 太师说 他们先去祁山 留我在此等候你同行 二人说吧 一骑上了坐骑 驾起云光 往祁山而来 不多久便道 文太师上了中军帐 秦天军问 西祁城在哪里 文太师说 我前夜在西祁城下兵败 退出七十里安营 此处是祁山 众人说 我们连夜起兵 前去西祁 文太师传令 前队起兵 整点人麻 一声炮响 沙奔西祁城来 紫牙在相府呼听城外炮鼓齐鸣 悚然心惊 说 文太师必是求道援兵了 杨检道 想必是邀请左道旁门来 紫牙心中忧虑 领着杨检 哪吒等上城观看 只见文太师行营 金帆不同以往 营中愁云惨惨 悲风窃窃 又有十数道黑气 上冲消汗 第二天 文太师百对出营 太师齐末齐林 后面有十位道人 各个相貌凶恶 脸色分清 黄 赤 白 黑 或齐鹿或城麻 紫牙文豹 率三军出城 秦天军成鹿上前 向紫牙打骑手 说 将紫牙请了 将紫牙躬身达道 道兄请了 不知这位道兄是哪座名山 何处洞府 秦天军说 我乃东海金敖岛练气势 你是昆仑弟子 我为结教门人 大家同源一流 你为何以仗道术 欺误我教 紫牙达道 道友何以见得 我欺悔跪教 秦天军说 你将九龙岛四圣 摩家四兄弟尽数诛杀 还不是侮辱我教 紫牙说 道兄访明是物大道 难道不懂天理 咒王无道 西齐人军出世 紫牙福宝明主 正是为了天下安定 秦天军说 谁为真命主 那是无道君 不是嘴上说的 我等炼成石镇 摆给紫牙过目 我们两家斗阵定雌雄 免得伤害无辜 紫牙说 西听尊命 石道人回齐进营 过了一个时辰 把石镇都摆将出来 远望只见齐帆飘扬 杀气冲销 秦天军重新来至镇前 道 紫牙 贫道石镇图已经摆完 请紫牙公细细赏完 紫牙带领哪吒 黄天化 雷镇子 杨检前来看镇 杨检对秦天军说 我等看镇 你不可用暗器暗算我师叔 秦天军笑道 放心关镇 不会暗算你们 四人保护紫牙 剑头一镇 高挑一面金牌 上写天决镇 第二镇 明帝列镇 第三镇 明封吼镇 第四镇 明寒冰镇 第五镇 明金光镇 第六镇 明化血镇 第七镇 明烈焰镇 第八镇 明落魂镇 第九镇 明洪水镇 第十镇 明洪沙镇 紫牙看罢 回至镇前 秦天军问 紫牙 认识此镇吗 紫牙冷笑 时镇不过如此 都已分明 我看得清楚 袁天军问 你破得了吗 紫牙说 既是修道之事 怎么不能破 袁天军问 你何时来破 紫牙说 此镇尚未摆全 等你摆全 下书告知 我再来破阵 说罢回城 紫牙进城 回至相府 双眉紧锁 一筹莫展 文太师同时为道人禁营 至酒款待 饮酒之间 文太师说 列位道友 这时镇有何妙用 秦天军道 我这天决镇 演先天之术 得先天清祭 终有三头藩 按天地人三才 何为一气 若有人闯入镇内 雷鸣之处 肢体镇为粉碎 化作灰尘 文太师大喜 又问得列镇 赵天军道 此镇按地道之术 中藏宁后变化多端 内隐一面红帆 招动时 上有雷鸣 下有火起 尽此镇来 再无生理 文太师又问封吼镇 董天军说 这镇按地水火风之术 内有风 火 这风是先天之气 火是三味真火 百万兵刃 藏在其中 有人进镇 风火焦作 万刃齐来 四肢立成积焚 文太师又问寒冰镇 袁天军说 此镇费多年功夫练成 名为寒冰 实为刀山 中有风雷 上有冰山如狼牙 下有冰块如刀剑 有人入镇 风雷洞畜 上下一颗 四肢立成肉泥 文太师又问金光镇 金光圣母道 这镇夺日月之精 藏天地之气 终有二十一面宝镜 每一面都悬在高杆之上 有人入镇 发雷震动镜子 金光射出 照射人身 立刻化为血水 文太师问话写镇 孙天军说 我这镇法 采先天灵际 终有风雷 其中暗藏黑沙 有人入镇 雷声响出 风卷黑沙 有一点儿碰着人身 内人立时化为乌斜 文太师问烈焰镇 白天军说 此镇内藏三火 乃三味火 空中火 十中火 三火并为一际 终有三顶红帆 有人进镇 三番斩动 三火齐飞 片刻烧成灰烬 太师问落魂镇 姚天军说 此镇必生门 开死门 中藏天地利器 凝聚而成 内有一面番 尚有福印 有人进镇 番斩动 破消魂散 请客而亡 太师问洪水镇 天者说 这镇夺人鬼之经 藏天以之庙 中有八卦台 上有三个葫芦 有人入镇 葫芦往下一致 洪水倾泻 汪洋无边 那水有一点碰在身上 人身请客消融 文太师问 红沙镇必定更是奇妙 张天军说 果然如此 文太师便问其中奥妙 张天军说 红沙镇 岸天地人三才 分三计 内藏红沙三斗 看似红沙 碰到身上如同利刃 有人入镇 飞杀伤人 立刻骸骨化成积坟 文太师听罢大喜 说道 今日众道有道辞 稀奇指日可破 他纵有甲兵百万 战将千元 也是全无用处 真乃朝廷之福 姚天军呼道 列位道兄 据贫道看来 江上不过一个凡夫 略知道术 怎配咱们用上石绝阵 只需小弟略略施展些小法术 把江上致死 文太师盲问 道兄若有妙法 能取江上性命 真是性中之性 敢问可有成算 姚天军笑道 不动声色 只削二十一天 管教他命绝 文太师便问详情 姚天军附在太师耳边说 只需如此如此 子牙自然丧命 文太师对众人说 如果姚兄用大法力致死江上 其功一件 真所谓谈笑取西齐 姚天军回到洛魂镇内 筑起一座土台 设下一座香案 台上扎起一个草人 身上写江上名字 人有三魂七魄 草人头上便点三盏灯 名为崔魂灯 足下点七盏灯 名为促破灯 姚天军批发赤足 手持木剑 布他刚斗方位 在法台前口送咒语 向着空中发福用印 一天拜三次 连拜了三四天 把子牙直拜得是神思恍惚 坐卧不安 诸将与子牙谋划破阵之法 子牙呆坐大殿 竟然想不出丝毫计谋 杨简心思细巧 见子牙神情不同往日 忽惊忽怪 颠三倒四 暗暗疑或永乡 曾在御徐学道 非比常人 难道就无计破此时阵 反而行动颠倒 过了半个月 姚天军把子牙的魂破 败去了二魂四破 子牙从此整日卧床酣睡 汗声如雷 杨简哪吒与众人商议 杨简说 敌人百阵多日 师叔不顾军情 只是沉睡 其中必有缘故 据我观察 师叔这些日子就像身在醉梦之中 又过了数日 姚天军已经把子牙的二魂六破败掉 剩下的一魂一魄 那一天也被败出泥完宫 子牙死在了相府 武王得知消息 赶到相府 众人都围在子牙床边 人人哭泣 武王叹道 相府为国勤劳 不曾享受安康 竟然突然辞世 孤于心何人 杨简含着泪 伸手在子牙身上一摸 只觉心口还热 忙起奏武王说 不要急 丞相胸前还热 估计不会救死 暂且停在卧榻上 子牙的一魂一魄 随着风 飘飘荡荡 往风神台而来 心浮神百剑 手持引魂帆 出来迎接 一剑竟然是子牙魂魄 大吃一惊 他申明天道 知道子牙死期未至 急忙把子牙的魂魄 轻轻地推出了风神台 子牙曾经修炼多年 根形深厚 心中念念不忘昆仑山 那一魂一魄 出了风神台 借着风 飘飘摇摇 如同风中一片柳絮 竟向昆仑山飞去 南极仙翁正巧在山下采摘仙草灵药 猛抬头 看见一团极薄极淡的人形白色影子 飘到面前 南极仙翁仔细观看 认出是子牙的魂魄 大吃一惊 南极仙翁慌忙追赶上前 一把抓住了子牙的魂魄 装在随身携带的葫芦里 接着封住了葫芦嘴 南极仙翁回身赶往玉须宫 想禀报教主原始天尊 刚进宫门 胡亭后面有人喊 回头一看 原来是太化山云霄洞的赤精子 仙翁问道友为何而来 赤精子道 闲着无事 来约你游历明山仙岛 寻访隐居高人 仙翁说 今天是没有空闲 赤精子说 我知道你的事 江子牙魂魄出窍 性命危在旦夕 南极仙翁惊问 你如何知道 赤精子说 刚才我是跟你开玩笑 我刚到过西齐山 在封神台遇见清浮神 他说子牙的魂魄 曾经到来 被他推出 现在飘往昆仑山去了 我因此特地赶来 南极仙翁说 紫牙的魂魄已被我收在葫芦里 正要启奏老师 赤精子说 多大的事情 还要惊动教主 你把葫芦给我 我去救紫牙 仙翁一想有礼 就把葫芦交给了赤精子 赤精子心中焦急 借顿法离了昆仑山 不一时来至西齐城 一进相府 杨简迎上来 急忙说 师伯驾临 想必是为僵尸书而来 赤精子答道 正是 快去通报 杨简抱之武王 武王亲自出营 赤精子忙问子牙情形 武王领赤精子 进了内宅 赤精子见子牙紧闭双目 仰面躺着 气息全无 便道 贤王不要惊慌 只要让他魂魄归体 自然无事 武王问 道长 用什么药 赤精子道 不必用药 我自有妙法 杨简在旁问 什么时候救的 赤精子道 只要等到三更时 子牙自然回生 十至三更 赤精子起身出城 来至时觉镇前 只见镇内黑气弥天 阴云密布 悲风萨萨 冷雾飘飘 无数鬼哭神嚎 竟然不知边际 赤精子见此阵 十分险恶 用手一指 地下献出两朵白莲花 作为护身根本 然后脚踏莲花 轻轻起在空中 他在空中 细看落魂阵内 摇天军批发仗剑 不刚踏斗 正在施展法术 又见草人 顶上一盏孤灯 昏昏惨惨 足下一盏灯 半灭半明 摇天军把令牌一拍 内灯的火苗往下一缩 紫牙的一魂一魄 在葫芦中一蹦 幸亏葫芦口塞住 跳不出来 摇天军连败数败 内灯火只是跳 却不灭 有道是灯不灭 魂不绝 摇天军心中焦躁 把令牌一拍 大喝 二魂六魄已至 一魂一魄 为何不来 发怒连连下败 赤精子在空中 见摇天军刚败下去 逞机把脚下两朵莲花 往下一降 来抢草人 不料摇天军 恰好败完 起身抬头 正看见有人落江下来 认得是赤精子 摇天军大喝 赤精子 你好大胆 竟敢入我落魂阵 抢江上的魂魄 摇天军一把黑沙 往上一洒 那黑沙夹着雷火煞气袭来 赤精子不敢恋战 慌忙逃走 他走得快 脚下两朵莲花 还是被黑沙打落到阵里 赤精子几乎失现 落魂阵中 急忙驾顿 回进了西齐城 杨检上前迎接 见赤精子面色恍惚 喘息不定 杨检问 老师可曾救回 僵尸书的魂魄 赤精子摇头 连声说 好厉害 好厉害 几乎连我都陷在落魂阵里 幸亏我逃得快 还把我两朵白莲花打落 武王听见这样说 落泪道 相父不能回生吗 赤精子说 贤王不必忧虑 这不过是紫衙应该遭遇的灾样 贫道如今去个所在 去去就来 安排完毕 天已放亮 赤精子离了西齐城 脚踏降光 往昆仑山而来 赤精子到了玉须宫门前 静力守候 过了一会儿 南极先翁出了玉须宫 看见赤精子 盲问紫衙魂魄 可曾取回 赤精子把前世说了一遍 南极先翁听说 进宫来到原始天尊宝座下 把子牙的事 沉说一番 天尊道 我虽然执掌大教 疑难尚徐请教师兄 你叫赤精子去八景宫 见大老爷 便知如何救人 南极先翁出宫 对赤精子道 老师吩咐 你可往八景宫 去参见大老爷 便知端详 赤精子告别了南极先翁 架起祥云往玄都而去 不一时 赤精子已到仙山 大罗宫玄都洞 是老子所居之地 高出青云之上 内有八景宫 先进远离尘世 景色分外起立 赤精子来到玄都洞门前 看见门两旁 有一副对联 写着是 道叛混元 曾见太极两仪生四象 鸿蒙转法 又将胡人吸渡出寒关 赤精子不敢善入 在玄都洞外等候一会儿 见玄都大法师出来 法师一见赤精子 知道必有大事 忙问究竟 赤精子把子牙的事 细说一番 又请法师通报 玄都大法师忙进宫 致老子蒲团前行礼 禀道 赤精子在宫门外听后发指 老子道 招他进来 赤精子入宫 倒身下拜 老子道 你们遭遇杀劫 落魂镇江上有难 我的宝物也要杜劫 都是天术 老子叫玄都大法师 取来太极图 交给赤精子 又传了用法 赤精子得了太极图 离了大罗宫 回到西齐城 武王迎到殿前 问道 老师去了哪里 赤精子简单说了经过 又道 今日必能救得子牙 众人闻听大喜 荡夜三更 赤精子出城 来到石绝镇门前 捏土成盾 架在空中 向下看时 只见姚天君还在那里跪拜做法 赤精子将老子的太极图抖开 这太极图 乃是老子披地开天 摄制地 水 火 风 内中包罗万象的法宝 这时 化成了一座金桥 五色光滑 照耀山和大地 赤精子借宝光护体 往下一落 一手抓住草人 收宝图抽身 往空中就走 姚天君呼见赤精子 二进落魂阵来 大喝一声 将一斗黑沙往上一泼 赤精子心中生怯 左手一松 太极图落在了阵里 竟然被姚天君夺去 赤精子虽把草人抓出阵来 反丢了太极图 吓得魂不附体 逃出阵来 赤精子落下顿光 将草人放下 取出葫芦 收了子牙魂魄 装在葫芦里面 这才往向府而来 众弟子望见赤精子满面喜悦回来 杨简上前问 老师 可曾取来僵尸书魂魄 赤精子道 子牙的事虽然完了 我却把长教大老爷的祈宝 失落在洛魂阵 今后难免有生命之灾 赤精子来到子牙卧榻前 把子牙头发分开 用葫芦口合住子牙头顶倪弯弓 把葫芦连敲了三四下 子牙魂魄 入窍归圆 过了一会儿 子牙睁开眼 说道 好睡 说完 子牙这才看见五王赤精子 众门人环绕在卧榻前 子牙跃身而起 五王只赤精子说道 若不是此位老师费尽心力 相父怎能回生 这时子牙方才醒悟 盲问究竟 赤精子把前世 仔细叙说了一遍 子牙听闭 后悔无极 探道太极图是玄妙至宝 如今失现 怎生是毫 赤精子道 子牙暂且调养身体 等恢复之后 再商量破阵之策 预知后续故事 请看下集众仙巨卢鹏 感谢大家的观看 再会 再会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